前方发现一只野生的五角怪,那就把它捉来看看有没有特殊技能。 两技能并且资质还不错,可以领悟一下。 结果没领悟,不过好在接下来的万年还召唤了变异,已经很久没出变异幽灵了,讲道理这次也该出了吧。 首先第一个回合先尽量多的清掉小怪。 第二个回合直接全力输出。 变异叶罗莎还不错,把它打飞可以获得2-4级的宝石。 一匪一神秘,有点拉胯,不过不要慌,接下来就从下午2点半开始,才刚领了捉鬼任务,结果北剧刷了叶叉。 还点到了龙龟不错不错,先来个三黄鬼水友们压压惊鲜。 一上线就来个两黄开局,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夜叉肯定也不简单。 二十分钟后点到第二只。 开局还是一黄。 连续两只两黄可以的,先把鬼给捉完,然后换上专业的夜叉宝宝。 首先是第十次大鬼。 给了白虎练腰石还不错,值个25万,其次是小鬼。 一键七十的项链,并且鉴定的时候还出了篮字。 本来想去刷神器任务的,结果独闲琴刷不动,那就换上宝宝接着夜叉。 第三只全绿。 一分钟后还是在境外。 第四只。 趁着这个机会来个完整版的刷法,记得点赞收藏哦。 开局六只归全绿。 三黄给八十的还,瞬间两百万到手不错不错。 这还没完,两分钟后还是在境外。 第五只。 开局又是全绿。 五分钟内连续两只三黄,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 第六只出了一黄。 接着来到了麒麟山,遇到一只变异妖,看看给不给还。 结果又是空车,我服了。 第七只全绿。 第七只全绿。 第八只全绿。 第九只一黄,最终今天九只归,出了两只三黄,两只两黄。 最后开两个天命副本试试,首先第一个九优除名。 给了如意丹能接受,接着第二个乌鸡国。 这次居然给了兽决,难得哦。 最终今天辆车的物品,已经很不错了。 对于这些转换,就是这个太阳了。 最终的意儿和写写呀。 die确 config点出的就是你这个浪贵的物品。 最终的这个是我下方。 对于这些是多少?